回馈社区也让爱书的朋友有优惠的价格可以买到喜欢的书籍 索英区新夏里里长黄契德不畏疫情如期举行春季联合书展 卖入第十年的书展有超过上百家出版社 规模可以说是高雄最大 由于在百货广场空气流通 平日上午就吸引大小朋友前往挖宝 小朋友喜欢的绘本故事书 科学探索 还有语言工具书 琳琅满目的书籍应有尽有 不过这里可不是连锁书局 而是左营区新夏里与出版社合作举办的春季书展 展出的地点应该比较算是空旷流通 通气流通都非常好 加上我们的朋友们都有准备酒精 请大家戴口罩 回馈社区也让爱书的朋友有优惠的价格 可以买到喜欢的书籍 左营区新夏里黄庆德里长 不畏武汉疫情如期举行迈入第十年的联合书展 柜台备有酒精 通风的户外空间 因此就算是平日上午 一样吸引大小朋友前来寻宝 他太喜欢看书 所以就带他来看一下 有没有适合他可以看的这样子 是第一次来这边还是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第一次来 蛮经典的这边还有这样子 对啊 书的种类觉得多吗 还蛮多的 大人小孩的都有 本来只是想要出来放松 对因为刚好假期延长了 结果没有什么压力 对然后刚好就是本来要逛巨蛋 然后出来就碰到这个书展 结合超过上百间出版社 一年一度的春季书展 规模可以说是高雄最大 民众除了可以自由挑选单月 凡消费一本书就能获得出版社提供的限量小礼物 这次为了鼓励我们视频朋友来看展 特别我们出版社有提供这本书来买 只要买就送这一本 然后买三本再供我们这个提代 非常的实用 欢迎大家勇业来看展 利用巨蛋白获得超人气 黄历长每年寒假都会租用广场场地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提供往来民众 与书接触的机会 尤其可以减少现代人高度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也让延后开学的学生 多了一处吸收知识的好去处 记者潘志冠罗绍军告诉报道